大家經過銅鑼灣的時候 有沒有留意到這條色彩繽紛的行人天橋呢? 它的名叫做奧運橋 在2002年的時候 中國成功申辦了奧運 而剛巧銅鑼灣這裡就進行天橋美化計劃 當時一位中六的女學生就想出奧運橋這個構思 奧運橋五條樓梯的正面 寫了由1896年在雅典舉行的第一屆 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這29屆奧運會主辦城市和年份 天橋的不同位置都畫了大概有二十幾幅跟奧運有關的圖畫 目的就是希望你在上面走的時候 都感受到8年的奧運精神